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可能影响密益保护效果,因按照总计次不超过五计次的原则补充疫苗,综合新华设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25日,就疫苗接种,有关问题回答公众关切。 国家有监局网站,日前开载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相关问题解答。 一效价不合格疫苗,涉及哪些企业和批号? 根据2017年11月3日,国家食品料品监管总局发布信息,长春朝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现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1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和标准规定。 二,如何查询是否接种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以查看儿童预防接种症上的百白破疫苗接种记录,与公布的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号进行对照。 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也可以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协助查询,所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批号,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 还可以拨打12320卫生热线咨询,三,接种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会影响免疫效果吗? 该两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河北、山东、重庆三省市卫生计生部门组织专家对该情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将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 四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安全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企业报警批签发的疫苗,逐批进行安全性指标检验,经查批签发记录。 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该两批次疫苗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五儿童接种过百白破疫苗还会坏百日咳,白猴,破伤风吗? 接种百白破疫苗是预防儿童白猴,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有效措施。 按照国家秘医程序,百白破疫苗需接种四季次,分别约三、四、五月零和十八月零个接种一季次。 完成四季次接种的儿童可得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相关研究显示,百白破疫苗预防典型百日咳的效率约85%, 因此,即使接种了百白破疫苗的儿童,少部分人也有可能离婚百日咳。 百白破疫苗预防儿童破伤风的保护效率为80%到100%,完成四季次接种可温情少年期提供有效保护。 百白破疫苗对白猴的保护效果较好,接种三季次以上的疫苗保护效率约为95%。 六,我国百日咳,白猴和破伤风疾病发生情况如何? 我国在20世纪六时的70年代百日咳年发病率在110万,210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种百白破疫苗。 1978年就将百白破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百白破疫苗普遍使用后,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2008年以来,全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控制在0.50万以下。 我国除新生而破伤风外,其他人群破伤风,部属于法定报告传染病。 2007年至今,全国无白猴病例报告,其百日咳,白猴和破伤风病人临床表现有哪些? 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打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染由为百日咳病人,通过肺沫传播,临床症状回征发性静卵性咳嗽。 咳后吸气有特殊肌民养高抗生,咳嗽症状可持续二三个月。 本病多发生于5岁儿童,有以6个月婴儿发病率较高。 白猴是由白猴感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其临床特征为鼻,咳,猴等处粘膜冲血,肿胀,并有灰白色角膜形成,导致呼吸障碍以及外毒所引起的中毒症状。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感菌引起的一种感染性疾病。 破伤风感菌常见于土壤中,皮肤创伤时,破伤风咬刀可被带入伤口。 破伤风感菌在艳养环境下可产生破伤风毒素,引起破伤风特有的肌肉强质,振发性静卵为主的症状。 在发生皮肤创伤时,尤其是存在上述感染因素时,应及时的就诊。 医生会根据创伤情况,选择合理的方案。 必要是使用破伤风类毒素或和破伤风敏一球蛋白,进行暴露后预防。 8如果接种了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补重规范是什么? 百白,破疫苗受众儿童需分别于3. 5月0和18月0个接种一剂次,共4剂次,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开展补重。 根据已接种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剂次的不同,采取不同补重措施。 但综合考虑补重增加的异常反应发生风险,受众儿童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总剂次不超过5剂次。 具体补重程序为接种过一剂次不合格疫苗的儿童,补重一剂次,接种过两剂次或三剂次不合格疫苗的儿童。 按照总剂次不超过5剂次的原则,补重两剂次或一剂次,接种性格参照当地百白破疫苗补重实施方案。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